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HKC神盾系列新上色的4K高刷旗舰MG27U 它采用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面板LGD的R8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按照惯例,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MG27U采用了紫色的彩皮包装设计 打开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实际上在卡紧面板本体就说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还是比较便利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MG27U采用了四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座是六边形的,不占用桌面的空间 这点好评 机身背面,中央位置做了一个红色多边形的点缀 左下角有一枚五项摇杆按键 支架方面,它支持升降,30度左右的水平旋转 以及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试阻力感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两个HDMI接口 两个EOSB下行接口和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的丰富度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HKC调教的R8面板的表现 开机,屏幕中央会出现HKC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D主要感受 它整体的色彩观感通透且艳丽 通过仪器的测试,SRGB达到了133% PPI为163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不错 像素点方面,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向素形态是我们熟悉的鱼鳞状 而时菜单方面,它采用了黑红的配色风格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默认出厂为7479K 菜单中还提供了冷色、暖色以及自定义的调节 其中最冷的色温为11041K 最暖的色温即为默认出厂设置7479K 色域空间方面,它内置了两种色温切换 分别是P3和SRGB 通过仪器的测试,P3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7.1% 平均色域0.83%,最大色域3.83% 整体的表现是不错的 只有在纯红色会有较大的偏差 SRGB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99.9% 平均色域1.04%,最大色域2.85% 整体的表现算是不错 亮度对比度方面,出厂默认为381L 手动调节到最大为431L 静态对比度为1127比1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ISO图像 中间红色部分超过了400L 周围一圈深紫色在350-400L之间 边缘前紫色部分在300-350L 以国标25公格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1.13% 整体的表现属于中等的水平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7769K到8169K之间波动 左下角紫色区域为8000K以下 边缘绿色区域在8300K以上 整体色温均匀度表现属于中等的水平 切换到全屏黑场 它的亮度在0.2-0.8L之间波动 右下角有一处漏光峰值 在0.75L左右 整体漏光的控制也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呈向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可视角度呈现IPS典型的实质性分布 红色区域属于它的最佳视角 对比较在1000比1左右 最佳的垂直和水平视角都接近30度 这样的表现在IPS机型中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的红光波段有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的类型 蓝光波峰在451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8.38%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4K 160Hz10bit的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264通道12G 也就是48G满速带宽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4K 14Hz10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4K 120Hz的HDL游戏内容 但不支持24Hz 50Hz的影片和杜比世界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 64Hz的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阵率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48-120Hz的 可变刷新率 并且可以支持自动低延迟 从Micbook Pro 16连接 在Type 3转DP的连接下 它可以支持到4K 48-14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但不支持High DPI 在HDMI的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到4K 64Hz 支持HDR 但同样也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4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7毫秒 而此下性能方面 MG2CU厂的R8面板 是具备Display HDL600性能的 但目前在Visa的官网 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认证信息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垂直扫描线的检测 它具备16区的测入式背光 在滚动球的测试项目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定的光柱现象 HDR亮度方面 在100%的白点参考下 它最高可以提供 712L的峰值亮度 这个表现是出色的 UTF曲线方面 它在0%到60%的灰阶 低于标准的PQ 在60%的灰阶做拐点 逐步通过滚降的方式 贴近标准的PQ 这样的调校 会降低画面的实景亮度 但好处是 能够提供更多的亮部画面细节 HD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 生成尾色图 太阳的核心最高亮度为524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不错 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也算良好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阶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而此在游戏体验方面 它的色彩还原和色阶过度表现都不错 并且画面的高光表现 也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但在一些暗部的场景下 在实际的测试中 16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MG27U有三档速度可调 分别为普通 快速和急速 实际用仪器测试 普通模式下6.22毫秒 没有任何的过充现象 快速模式4.7毫秒 平均过充3.12% 最大过充25.87%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急速模式3.42毫秒 平均过充13.76% 最大过充64.34% 肉眼可以看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最终我们以4.7毫秒的成绩 作为它的最快可用响应时间 这个表现在4K高刷显示中 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OD调校由于同面板的27GP95R 和27GP950属于同一级别 运动响应时间的测试 它在最佳的OD档位下 BT为6.26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榜第25名 实际在UF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飞碟本体的轻易度表现不错 后方的拖位控制也有良好的表现 整体运动轻易度的表现 接近于友达7.0面板的PG27UQR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4种准性样式 但准性的标志略大 会在一定程度上遮挡视野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上下各时机的调节 调高之后暗部提升明显 但画面会有发挥的现象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体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主要由驱动版 控光板和面板本体组成 驱动版和控光板 都有金属屏蔽罩保护 其中驱动版的主控ICS成型的MST9U14V4 周围有6颗三星的DDR3内存颗粒 单颗512兆 总计3GB 主控旁边有一颗MSB3300协议芯片 用于实现满数带宽的HDMI2.1接口的支持 USB接口旁是它的USB Hub芯片 显耀是我们熟悉的VSEN VL817-Q7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控光板 主控芯片是DINOC的7014-00 它连接了16颗控光模组 用于实现16分区的背光 面板本体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面板贴纸 显耀是LM270-WR8-SSA1 这是一块LG Display的原装模组 27英寸 4K 160赫兹 98%的DCIP3 8导时的射身 原生5毫秒的G2G响应 加上四边微边框和Oxite的特性 它是一块优秀的原装模组 整体来说MG27U的做工和用料 所以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30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33%的SGP容积 色域天体榜排名第64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431L 亮度天体榜排名第41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121比1 对比度天体榜排名第74名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四角一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在IPS中 实施比较优秀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输入公格的白电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7.1% 均匀度天体榜排名第17名 表现优秀 SDR单独设想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实测为712L SDR亮度天体榜排名第29名 SDR静态对比度实测为1160比1 SDR静态对比度天体榜排名第57名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 它具备16分区的测入式背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MG27U最快的灰阶响应为4.7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速度天体榜的第43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比一体为6.26毫秒 运动轻度天体榜排名第25名 好了 我们先来对它进行一个优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配备R8面板 Nano IPS 4K 98%的DCIP3 显示效果通透 可视角度表现也是很不错的水平 2.160后置的刷新率 实际的OD档位调校优秀 运动轻易度也接近有达7.0的面板 3.SDR全屏亮度超过了700L 配备满速带宽的48G HDMI 2.1接口 对主机的兼容性表现不错 4.拥有四边微边框的模具设计 支架功能性不错 底座也不占桌面的空间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R8的面板 HDR十几亮度还有激发的空间 2.在游戏部分 暗部细节相对一般 有提升的空间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HKC神盾MG27U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们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声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